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的好坏事关一个家庭的荣辱 43岁的孔大姐 自打结婚后对婆婆就一直尊重 那婆婆当亲妈那样对待着 婆婆原本是一直生活在乡下 公爹去世后 孔大姐几次想把婆婆接到城里来养老 可婆婆不愿意来 孔大姐为此还很头疼 这天孔大姐回去看婆婆 发现婆婆穿着两只不一样的袜子 她以为是婆婆老糊涂了 想带婆婆去大医院体检 可婆婆摇晃着脑袋说什么也不去 孔大姐亲口讲述 在我心里是没有婆婆与娘家妈这种分别的 婆婆是老公的母亲 我和老公结婚了 老公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母亲 虽然婆婆没有生养我 可她拉扯大了老公 在我们家里 有时我和老公开玩笑 我会管她叫哥 老公管我叫妹妹 我们都是兄妹了 她母亲当然也是我母亲了 我是知道母亲与妈这两种称谓是不可以乱用的 我这样形容我和婆婆的关系 只是想说明一下 在我心里 我是拿婆婆当亲妈一样看待的 我公爹是两年前去世的 她走得挺突然的 头一天 她从乡下带着很多蔬菜送到了我家来 回去已经很晚了 我留她住一晚 明天再回去 可公爹说我婆婆一个人在家 她不放心 骑着三轮车坚决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 我就接到了老公二叔打过来的电话 他很悲痛地告诉我们 我公爹去世了 我很后悔 如果我坚持留公爹在我家住一晚 我们距离医院近 遇到老人有突发情况 我和老公也知道如何处理 婆婆年纪大了 很多事情她不懂 可能错过了抢救公爹的最佳时机 要是公爹在我家 情况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带着自责的心情 我和老公回去乡下操办公爹的后事 后事处理完后 我和老公都是只有三天假期 我们回城了 我们想把婆婆带着一起回去 公爹没有了 婆婆独自在乡下生活 我和老公谁都担心 可婆婆不想跟我们进城 她说家里的地里种着庄稼 还养着几只鸡 庄稼是公爹活着的时候亲手种下的 公爹没有了 他不能让庄稼没人经管了 那是公爹的心血 还有那几只鸡 正是下蛋的好时候 他更舍不得把他们送人 孝顺就是顺从老人 虽然我和老公担心婆婆一个人过日子 可婆婆愿意留在乡下 如果我和老公不在乎她的感受 强硬把婆婆带到我家去 她过得并不见得开心 她不开心我们的孝顺就没有了意义了 我和老公回城了 婆婆一个人孤孤单单在乡下生活 我们嘱咐二叔 让她多受累多操心 替我们力所能及照顾一下婆婆 二叔是个好人 他答应我们 让我们放心回城 他和二婶会把婆婆照顾很好的 回到城里后 刚刚失去公爹 我和老公的心情虽然还很难过 但不工作不行 我和老公像以前一样 每天上班下班 再怎么忙 有时间了 我们也不忘给婆婆打个电话 问一问 她过得好不好 想不想到城里来 每一次婆婆都说 我过得挺好的 你二叔二婶很关照我 你们放心吧 一天我和老公回娘家 母亲问我们 是不是经常回去看望婆婆 她年纪大了 我们应该多回去才是 人老了 身边还没办 我们回去婆婆会很高兴的 我回答母亲说 我们工作很忙 有时礼拜天都要加班 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去过了 可我们经常给婆婆打电话 她说自己过着挺好的 母亲责怪我说 你们太没有孝心了 打电话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吗 我也是老人了 我知道老人的心理 他们过得再苦 也不愿意让儿女们知道 告诉儿女都是过得很好 这种话你也信 母亲叮嘱我和老公 即使没有时间 抽空也要去乡下看看婆婆 只有亲眼看见她过得很好 那才是真的很好 母亲的话提醒了我们 当天晚上 我和老公就去了乡下 可在家里 我们没有见到婆婆 我去了厨房 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摆放整齐 油烟机灶台看着也很干净 可凭我收拾厨房的经验 我知道婆婆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有生活做饭了 不吃饭她怎么活下去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婆婆的号码 有人接听了 却不是婆婆 而是二叔的声音 我问二叔 我妈现在过得好吗 二叔说告诉我 她过得很好 今天下午我还去她家了 她正在洗衣服呢 我想帮她 她都不让 说她健健康康的 不用别人帮忙 可我有些好奇 婆婆的手机 怎么在二叔手上 二叔此时有些慌张 告诉我 婆婆把手机忘在她家 还问我有事吗 跟她说 她转告婆婆 眼看瞒不住了 二叔才告诉我们 婆婆确实在她家 我们马不停蹄来到二叔家后 见到躺在床上的婆婆 此时的婆婆躺在炕头上 睡着正香 我问二叔 我婆婆怎么来她家了 二叔说 是今天晚上 他们做了好吃的 叫我婆婆过来一起吃 我婆婆吃完饭 觉得有点困 二叔二婶 就让婆婆在她家休息了 我差点相信了二叔的话 可我老公发现了问题 挨着婆婆的被褥 有几个药盒 老公拿起来看了看 有止疼药 有消肿药 还有紫药水 我老公掀起了婆婆的被褥 看见她的一只胳膊 打着石膏绑着绷带 我老公问二叔 我妈怎么弄成了这样 二叔见识隐瞒不住了 她从头到尾 把事情原委说给了我们 我婆婆去地里干活了 被杂草拌了一下 她年纪大了 腿脚不灵便摔倒了 不偏不倚 胳膊压在了一块石头上 老胳膊老腿的不经摔 一下子还就骨折了 是二叔带着她去医院 进行了检查和包扎 婆婆一只胳膊不能动 自己做不了饭了 二叔二婶才把她接了过来 已经在二叔家 连吃待住七八天了 二叔还告诉我们 是我婆婆不让二叔告诉我们的 她知道我们工作忙 压力大 不想让我们操心 婆婆是有儿子的人 她自己不能做家务了 却不是儿子儿媳伺候她 而是别人伺候她 我心里难过又感动 婆婆体谅我们 我们却没有很好地照顾她 我自责不已 我和老公在二叔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 尽管婆婆还是很执拗 不愿意进城 可我和老公 还是把她带到了城里来 我们要上班 不能二十四小时 片刻不离左右 我雇来了一个保姆 伺候婆婆 我是知道的 婆婆怕我们在她身上花钱 我隐瞒婆婆说 保姆是我娘家的一个远方亲戚 她现在没有事情做 雇她来照顾婆婆花不了多少钱 婆婆住不惯我家 为了她开心不烦闷 我把母亲也接了过来 他们的年纪差不多 有共同语言 能说到一块去 有母亲陪婆婆聊天 她能在我家常住下去 母亲在我家住了二十几天 后来因为我父亲感冒了 她才回家去了 母亲回去后又过了几天 保姆满一个月了 婆婆说 现在她自己能倒水喝 能洗水果吃了 让我把保姆辞了 虽然是亲戚花钱少 可还是要花钱的 我担心不辞了保姆婆婆不高兴 结算清宫前让保姆走了 母亲回去了 保姆也辞了 婆婆一个人在家 可能会比较闷 我让婆婆多出去散散心 小区不远有一个公园 那里景色好 待在那里人的心情也会好点 可婆婆很少出去 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 我问她为什么不出去活动活动 是不认识路担心走丢了吗 婆婆的回答让我心里热热的 眼睛里也热热的 要不是当着婆婆的面 我会哭个稀里哗啦的 婆婆是这样说的 她说出去活动要坐电梯 电梯要用电 她出去一次我们就多花一次电费钱 太浪费了 我跟婆婆解释 电梯的费用是按年缴纳的 一次不用和每天都用是一样的 不会因为多用几次就额外花钱的 婆婆这才经常出去散心 老婆婆在我家住了三个多月 她完全恢复了 就想回乡下去 我以为是她舍不得那几分地 让她把地给我二叔家 她年纪大了 不能再干累活了 婆婆说她想回去不是因为舍不得地 她已经想通了 她不种地了 因为种地 自己被摔伤 不但连累了我二叔二婶 还连累了我们 想想太不值得了 她想回去是因为在乡下住习惯了 对那里有感情 只有回到那里 她每一天才心里踏实 我征求了老公的意见 老公更了解她母亲 她说婆婆说得没错 她也一样 每一次回老家 离得还很远 就感觉亲切 那种感觉是无可取代的 婆婆想回去 老公也同意让婆婆回去 我们只好把婆婆送回去了乡下 婆婆在乡下住一段时间 我们再把她接回来 在我家住一段时间 婆婆想家了 我们再把她送回去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 四天前 老公单位里有事情 我一个人回乡下看望婆婆 本来一切都很正常 我和婆婆一起做饭 为了感谢二叔二婶 无微不知照顾我婆婆 我们把二叔二婶 叫过来一起吃了饭 吃完饭二叔二婶回家去了 我和婆婆坐下来聊天 聊天的时候 我是无意中看见 婆婆穿着两只不一样的袜子 一只黑色的 另一只的颜色则非常浅 很接近于白色 穿错袜子的经历我也有过 有时着急 两只颜色差不多的袜子 当成一双穿不足为奇 可是颜色接近的袜子 才容易弄混了 颜色差别明显的 不至于也分辨不清 我的第一反应是 婆婆的年龄大了 可能是眼神不好使了 或是身体有了状况 尚且没有明显症状 只表现在一些小事情上 婆婆穿错袜子 虽然不是大事 却可能预示着 她的身体里面是有了疾病 小病不致脱成大病 我担心婆婆的身体健康 有了问题 想带着婆婆去大医院 检查一下身体 早发现早治疗婆婆少受罪 也能少花钱 可婆婆摇晃着脑袋说 我不去 我好好的什么病也没有 没有病乱检查 就是浪费钱 我问婆婆 你眼睛看东西清楚吗 婆婆却说 清楚 一点不模糊 可她眼睛看东西清楚的话 身体也没病 为什么穿了两只颜色不一样的袜子 我料定婆婆身体不好 于是我磨破了嘴皮子要带她去医院检查 可婆婆坚持说她没有病 就是不听我的 说什么不愿意去查一查 我担心婆婆 她万一要是有病了 延误了治疗 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我想给老公打电话 让她无论如何请假回来一趟 我们两个人就是抬着也要把婆婆抬到医院里去 婆婆夺走我的手机说 你是想给我儿子打电话吧 她在工作 不能因为我影响她工作 我告诉她说 我也不想影响她 可你不听话 拒绝去检查 我只能求她帮忙了 妈 你把手机还给我 我是为你好 也是为我们自己好 如果你真的有病拖着不治疗 你知道后果吗 我和你儿子受到的影响会更大 你听我一句劝 跟我进城查一查行吗 婆婆见我不肯罢休 她小声对我说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跟别人即使是我儿子 你也不能让他们知道 你先保证 然后我就告诉你 我为什么穿了两只颜色不一样的袜子 我做了保证 婆婆告诉了我 她为什么穿了两只颜色不一样的袜子 这一次我没能忍住 抱住婆婆哭了 经过是这样的 婆婆走到柜子前打开了柜子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包装袋 是商场送给顾客装衣服用的那种袋子 婆婆把袋子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 不是服装却都是袜子 有十几只 薄的厚的都有 婆婆把薄的两只放在一起 然后又把厚的也是两只放在一起 一共是有八双袜子 这八双袜子没有一双是同一个颜色 同一个款式的 黑白蓝绿什么颜色都有 长短也不齐 婆婆指着袜子说 这些袜子都是坏了一只 好的那只我没舍得扔 凑成一双一样穿 别人也看不见 我问婆婆 你怎么不买新的 一双袜子用不了几个钱 你何苦这样节俭 我们给你的零花钱呢 婆婆说 这些袜子还挺好的 扔了可惜 你们给我的零花钱我都存起来了 攒了有两三万了 过日子要有长远考虑 你和我儿子虽然都挣着工资 可是万一有了局势需要花很多钱 我攒的这些钱就派上用场了 我穿什么样的袜子不打紧 你们还年轻 我要为你们考虑 我现在老了 挣不来钱了 只能尽量省着点花 多给你们攒点 我想到了婆婆不愿坐电梯那件事 原来如此 婆婆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我从来没有这样感动过 抱住婆婆幸福地哭出了声 我去商店给婆婆买了很多袜子回来 我让她别再这样苦着自己 现在我们的日子好过了 不在乎几双袜子前 她穿的体面我们面子上才好看 她穿的体面我们才开心 临走的时候 婆婆把我买的新袜子给了我几双 她只留下了两双 我是知道的 婆婆还会穿颜色不一样的袜子 只有这样做 她才高兴 很多老人都是这样的 自己受苦不在乎 儿女受苦 他们却难以接受 为了儿女 他们甘当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 这就是我的婆婆 一个普通的女人 一个穿着两只颜色不一样袜子的女人 她不注重自己的形象 可在我心里 她是最美丽 最懂服装搭配的女人 我为有这样一个婆婆而幸福 我为了她的女人